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近日美美就评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历史石家球队 73胜勇士一哈落榜 你认可吗 1.95-96公牛公认的NBA历史最强球队 巅峰乔丹毫无疑问 事实上最具统治力的超级巨星 皮鹏则是全能锋线 罗德曼是篮板吃汗 加上一众出色的角色球员 那只公牛队取得了72胜10负的战绩 季后赛也只输掉了三场比赛 无论进攻还是防守 那只公牛都在历史最佳的讨论之列 2.167勇士在2016年夏天 勇士队创造了73胜9负的历史第一战绩 不过他们却在总决赛舞台上折几尘沙 此后他们得到了巅峰杜兰特 两大MVP级别的巨星 加上GPOY格林和顶级射手汤普森 勇士队成为力士极强队 他们取得了67胜15负的战绩 季后赛更是以16胜1负的战绩夺冠 统治力可见一般 3.85到86凯尔特人 彼时的博德正值巅峰 他连续三年夺得了常规赛 MVP的荣誉 是当时联盟最好的球星 加上麦克海尔和球长帕利时 那只凯尔特人可谓实力强劲 他们常规赛拿到了67胜15负的战绩 季后赛则是以15胜3负的战绩轻松夺冠 4.86 87胡仁胡仁是80年代NBA最好的球队 魔术师领衔的Shotan胡仁9次闯入总决赛 5次问鼎总冠军 魔术师和贾巴尔都是历史前十的超级巨星 加上沃西 库波等汉将 那只胡仁也是攻守兼备的顶级强队 5.123热火巅峰期的战维组合是历史前五的双人组 他们都拥有顶级的攻击能力 关键时刻十分强大 加上三当家波时 以及一众实力不足的角色球员 那只热火展现出了强大的统治力 常规赛取得了66胜16负的战绩 6.01胡仁OK组合 被认为是史上最好的内外线组合 巅峰奥尼尔和巅峰科比更是实力爆表 在00-01赛季 尽管常规赛胡仁只拿到了56胜26负的战绩 但季后赛他们彻底统治了联盟 打出了15胜1负的战绩 轻松拿下总冠军奖杯 7.88到89火塞 比时的火塞实力强大 除了顶级空卫托马斯之外 巅峰蓝比尔 罗德曼 乔杜马斯都不是善茬 他们曾经连续三年击败乔丹领前的公牛队 也曾击败过巅峰胡仁 夺得冠军 实力无庸置疑 8.71到72胡仁 那只胡仁拥有三位名人堂级别的巨星 分别是盖尔古德里奇 维斯特和张伯伦 尽管彼时的张伯伦已经处于巅峰末期 但在那个时代依旧无人能敌 加上维斯特和古德里奇 那只胡仁同样强大 9.70到71熊鹿 那只熊鹿队拥有巅峰加巴尔和巅峰大欧 这样的内外线组和统治力十足 他们常规赛取得了66胜的战绩 季后赛也只输掉了两场比赛 10.82 八三赛季76人 64比65 凯尔特人83年的贵城 76人拥有巅峰J博士和摩西马龙 他们不仅在季后赛取得了12胜一负的战绩 总决赛横扫夺冠更是彰显统治力 60年代凯尔特人彻底统治了NBA联盟 他们好取巴联冠 拉赛尔 哈佛里切克 琼斯等民宿 让凯尔特人变得不可阻挡 60年代凯尔特人变得不可阻挡 20年代凯尔特的相机